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史前时代最多的龙还属红山文化玉龙 除了C型龙还有一类玉绝型龙 这种玉绝型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出疼了不少 那么龙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龙是集合了蛇 鳄鱼 猪 马 牛 鱼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而出现了图腾 随着原始信仰的发展 人们对龙的宠败从早期单纯的图腾宠败转向了神灵宠败 后来龙更是与黄犬紧密结合 此外龙在民间还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长期以来中国的龙在英文中被译作Dragon 但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 Dragon是长有巨大翅膀的蛇兮一体的怪物 被视为邪恶的化身 这与中国人心中象征祥瑞黄犬的龙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有学者指出 不应将中国的龙译为Dragon 而应译为发音与龙接近的龙 玉气的功能和内涵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 远古时期 人们认为玉能够沟通天地人神 到了西州时期 玉被用来明尊碑别上下 春秋时期 孔子提出了君子彼得于玉 此后玉和龙一样 也逐渐被赋予了吉祥的孕预 中国人宠玉上玉好玉的传统 从远古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以龙为行的玉气 更是中华文化延年发展的最佳见证